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台股的跌幅就是比亚洲股市来的重 之前亚洲股市跌南韩代跌的时候没什么跌 我们是相对抗跌 但现在却出现了只要有一些风吹草动台股就杀下来 当然有一个说法 一个说法就是目前股价位阶比较高 我不接受 但是我不接受 如果你的眼界只有9200点 那当然在昨天碰到9200 杀下来 因为大家都在讨论一个事情叫九二共识 就是9200点是这一波的满足点 所以今天一开盘 一开低就开始往下杀 问题的重心点是 当我们在为股市找理由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外资今天做了什么动作 他买超耶 外资今天是一个大买超的行为 没有大买超了 买超40亿还好 那股价有没有跌破两线 什么叫两线 就是21线跟61线 一个叫活力线 一个叫生命线 21线是活力线 61线叫生命线 所以股价目前的位置都在什么 两线之上 在两线之上叫做两线多头 这是一个两线多头的一个格局 是一个多头的格局 甚至我们连这个活力线都没跌破 那代表什么 代表我们的抗体应该是蛮强 可是今天偏偏有沙盘 有人在为这个沙盘找理由 除了九二共识之外 我认为最大的原因是九二共识 除了这个之外 有人问 有人在问 那是不是深港通要通了 所以呢台股被资金排挤 不会 我跟各位谈过 短期可能会影响一下 那个心理层面 长期不会 因为大陆股市不够便宜 台股涨那么多了 还是很便宜 你知不知道我们的股价净值比 殖利率慢慢已经在除息完了 我们就不谈了 我们现在股价净值比 大概是在十年的低点 在1.58左右 将近不到1.6倍 所以台股其实还是很便宜的 而大陆股市只是一个题材 叫深港通 有一个题材 另外一个说法是什么 末日博士 末日博士是谁 麦家华 麦家华说 美国股市随时准备大崩盘 今天这消息出来了 麦家华叫什么 我刚才看到 末日博士 你今天去访问末日博士 末日博士会告诉你说 股价要大涨吗 不会嘛 所以说除非你去访问谁 访问那个旭日东森博士 那个美国股市 就是他会告诉你大涨 所以这个地方 对我来讲 它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在你们心里面 其实真正的重点 是在你们心里面 因为大多数人认为 9200点就是高点 认为9000点的股价位阶太高了 认为92公司 9200点已经达到高点 所以呢今天一个风吹草重 沙盘全部出来 我把这个大盘 把它定掉 叫做长多中整理 我会看中整理 其实我是认为月线会被跌破 其实它比我想象还厉害 它比我想象还厉害 因为月线没有跌破 那如果跌破月线 在季线之上叫整理盘 是一个中级的整理盘 长线是一个多头 没有改变 生命线还在往上走高 所以它不会改变 长多中整理 但是 但是什么呢 我们先把策略给各位了 拉回找买点 这五个字送给你 但拉回买什么 这很重要 你现在要做的动作 并不是拉回找买点 你现在要做的动作是 把你手上股票挑出来 看一看 哪些股票是有问题的 哪些股票是有问题的 所以有些股票因为非理性沙盘 因为今天的沙盘很多都是来自于非理性 有些是因为涨高回大 有些是因为利多出尽 有些股票明明财报很好 但是它股价在昨天冲高之后就掉下来 有没有 有耶 昨天跳空赏平板的自于今天中错块跌停 上半年赚了四块钱 上半年赚了四块钱 很多人就会把它乘以二 下半年再赚四块 这个就是这个今年可以赚八块 今年可以赚八块 所以自于的股价在八十块以下 所以昨天就跳空赏平板不是吗 这叫跳空赏平板 今天一开盘中错 三趴然后往下 这个往下大跌 我为什么这样讲 财报出来之后 不是所有财报好的股票都能买 有些真的就是利多出尽 但是这种财报好的股票 即使它短期的利多出尽 拉回来之后仍然是吗 拉回到合理价位仍然可以买 我强调一点 质益的部分 法人圈的预估是第三季 可能要衰退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 是法人预估了 所以呢 昨天跳上去 外资就倒出来四千多招 原因在这边 好 换句话说 质益的第三季 就算没有如意 跟法人讲的不一样 那至少它是进入淡季 如果质益的第三季是进入淡季 相对来讲 它股价的长涨上涨动了就没有 可是它上半年 它老兄就赚了四块钱 所以未来在拉回的过程当中 怎么去寻找它的一个机会点 对吧 这才是一个关键 我用自意的角度来跟各位分享 有些是涨高回倒 什么叫涨高回倒 有人知道问我 老师 顺着这两天在高堂 上去下来 上去下来 对啊 一根长红棒推上去 两根长黑棒打回来 还破了长红棒的低点 破了月线 可能要进入整理 对 我跟各位谈过啊 如果说股价的走势跌破月线 可能会进入整理 还权呢 我跟你还权的话 没破 好 把它回来 我们不还权 我们就不把它还权 你要有两块钱的席嘛 我们参与了除息 我跟各位谈过 好 顺德拉回来之后 我只要大家去思考一个逻辑 这个逻辑是什么 今年的顺德要赚多少钱 第二季财报顺德如何 七月营收怎么样 我跟你谈这个东西 就是将来我们要在做的过程当中 要这样做 顺德的部分 我认为是涨多休息而已 涨太多 涨到三成以上 我们三四块买 然后除息之后 成本变三十二块 那股价目前四十块 我们已经获利接近三成 接近三成 那股价在短期涨高之后 休息一下 那它是一个涨高 那这个位阶可不可以买 会不会崩盘啊 股价会不会崩盘 来至于它的基本面 EBS如何 就美股获利 今年的顺德 我们看一下它的财宝 它公布了 第二季是1.98 第一季是0.85 第二季是1.98 所以上半年赚了1.83 全年大概我们估它 大概三块九到四块 好 毛利率 你有没有看 毛利率在第一季就创新高 第二季21% 创更高 创了2008年来更高 所以顺德在公布 它第二季财报之后是双绿 三绿三升 毛利率 盈利率 跟美股获利 三绿三升 第二个部分 它的七月营收 双升 月增 年增 那我问各位一件事情 你觉得它会崩盘吗 不会 好 不会 问题是 它会不会太贵 好 这个地方会不会太贵 如果太贵 它要修正 修正回到它不贵的地方 那 今年 我刚才谈到 今年的顺德 可能会赚到三块九到四块 会不会算 四十 我们讲用四块来计算 四块钱的获利 四十块的股价 四十去除以四叫十倍 它的本益比只有十倍 本益比只有十倍 你觉得它会崩盘吗 当然不会 我就肯定的告诉各位 不会崩盘 所以它是一个涨多回到 我用它来做例子 是要跟各位谈 有很多的股票在最近的拉回 并不是它财报不好 而是财报还不错 但这些拉回的股票 它就是我们锁定的方向 我很多 财报的公布出来之后 我再去看它第三季 不要过第三季进入淡季 那当然短线上面 它就会淡下来 如果第三季是进入旺季 而第二季财报又出现了 三绿三升 甚至七月移收 还是双升的股票 那它的拉回不就是买点吗 所以回到我刚刚跟你讲 我说大盘是长多中整理 拉回早买点 那早买点 我要买的就是 第二季财报 既然你公布了 财报不错 那股价因为涨多回档 或者被错杀回档 对吧 这些股票才是我们要的 所以我想 但是呢 也有一些是属于 深不见底的 你真的要避开了 我常在问投资朋友 就是很多人来问我股票 老师这支股票如何 那支股票如何 我第一句话就问 你买的这支股票 它到底具备什么样的一个价值 你判断出来没有 价值的衡量有三种 一个就是低本益比 十倍以下的本益比 或十倍左右的本益比 第二个低净值比 一倍以下的净值比 第三个高值利率 那现在都出完息了 所以高值利率不谈了 那我最中意的不在于低净值比 我中意的在低本益比 因为我要的是 它们具有获利 而且目前股价具有价值 但有些股票 我没办法帮你衡量价值 譬如说游戏股都在亏损当中 我怎么帮你去衡量价值 譬如说生计股 有很多都在亏损当中 我如何帮你去分析生计股 没办法 因为我的选股逻辑 是从价值出发 如果你本身不具备价值 它就不是我选定的方向 就好像最近不是在炒作一个 炒作那个GPS三天 因为有宝可梦吗 你看那股价会怎么走 上去上去上去 好漂亮 好漂亮 有没有 又出来 跳空掌停 跳空掌停 重挫再回来 为什么 因为长天到现在还在亏损 第一季亏损0.72 第二季亏损的0.27 加起来上半年亏了快一块钱 这种股票还没有办法判断价值 它是一个题材 那很多人去选择这样的股票来做 你安心就好 我的诉求是让我的会员买得安心 我们才能抱着放心 所以我在布局的过程当中 现在我已经锁定 我们已经布局了一档 叫千载难逢的股票 那当然是经过了第二季财报 跟七月营收的洗礼之后 来做布局的 而市场都还没有发现 这些股票 第二季财报优的 七月营收表现不错的 第三季进入旺季的 趁着大盘在短期的震荡杀下来之后 我代你布局 谢谢大家的一个收看 但是 记得一件事情 下礼拜二 我有一场免费的讲座 欢迎各位可以打电话进来 谢谢您接受看 明天同一时间 再见 拜拜 本公司以望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判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谢谢大家